的动画 那首先当然开启 Forto In Pass里面呢 我们当然是利用Forto In Pass 做这个篮球的旋转 那篮球旋转这个部分呢 它这个题目里面要求 就是要18度 那18度 每旋转一次要18度 所以说呢 我们原则上就是 它要顺时针 左右两侧顺时针 而且旋转必须要18度 那所以我们第一个 先把那个0204 那个打开来看一下 0204那一张图 在Web02里面的Image 0204这一张 开启第一个画格 这个是第一个画格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范例就是要这样 18度 而且两边都要一字 只是没有范例这两个字 那0204它 现在打开是不会动 就是不会旋转 但是这个运动广场这个还是要载就对了 所以它的做法 首先的话我们就是这个地方 先把它稍微放大一点的 放大到300好了 这样比较大一点 接下来用这个选取工具 这边有一个所谓的选取工具 选取之前因为它有虚线 所以你必须右键把它做一个动作 就是全部合并 它会贴上去没有虚线 再来的话把它选取起来 那选取的话呢 当然你也可以用圆的 或者它预设是方的也可以 这地方有那个举形嘛 预设 其实举形也没关系 因为到时候贴过去还是会变形 移过来之后它就变一个物件 物件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旋转 旋转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所谓的 变形工具这边 选这个输入18度 然后先把它按一个 这时候就旋转18度了 把这个复制起来 复制起来 接下来的话呢 再利用这个GIF and MAT这个软体 这软体的话呢 就把刚刚那个动画再开一次 等于是把它开启影像 然后找到020是这张图 开启来之后的话 贴到第二个画格 那也就是说呢 第二个画格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还是可以把它放大 按加号就可以放大 把它贴上去 编辑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 再利用这个橡皮擦 把这个周围的部分把它擦掉 好了以后的话 用这个选举工具移过来 这样的话就有一个18度了 那这边也要一个嘛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再次 右键再次就可以 再次物件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没有 好 那最好把这个物件名称 你们改一下 本来它名称叫做22嘛 这个把它改18 然后18 然后18的话 这个应该是左边这个18L好了 那这边的话叫做18L 18度的right R好了18R 按确定 那主要是要辨识几度啦 那特别注意呢 因为这个是0度 再来18度 再来36度 再来就是54 54再来就72 72这些再来就是90度 那90度其实上怎么样呢 又回到这个1 又回到这个1 其实我们这个地方 必须做法就是1跟6 还有多少 11跟16是同一张 2跟7 27然后再来12嘛 再来就是17 是同一个画格 所以呢你必须怎么样呢 点2的地方之后的话 再来先做一个动作 画格里面这个动作很重要 叫做将不同的画格的物件调成一次 这个一定所有物件要点一下按确定 然后在7的地方怎么样呢 把它点两下 让眼睛睁开 再加5就是12 眼睛睁开 再加517 眼睛睁开 然后1234 没有了 所以这地方的话 我们18度就搞定了 不过现在预览的话 只有18度会转而已 那再来就36度 所以接下来的话 切换到Photo Impact里面 再按一下36有没有 同样的动作再做一次 再切到3的地方 把它贴上去 编辑贴上 同样的动作再做一次 这个橡皮擦 把它绕一圈 移过去 移过来 对不对 然后右键再次 移过来 接下来的话 一样把物件24 把它改一下名称 改成什么呢 36L好了 因为就是右边的这个 Lapt 我们用简称 或者你用中文也可以 L 那这个的话就是 叫做36R 确定 然后3的话也是一样 这个 这个应该做一下好了 将所有物件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3再加5 8 然后再来3加5就是 13 14 不对吧 13嘛对啊 那再加5 18 这样就好了 就有36了 我们再来看 应该它会更 更像有在转 所以再来的话就是54度了 所以把这个再按一下 它就是36 整个好 那这个地方 右键复制 再过来 变第四个画格 然后编辑贴上 一样的方式再做一次 就是把那个橡皮擦 擦进去一点没关系啦 不会差太多就好了 好 右键再次 再移过来 那物件名称 把它改一下 这个就是变成54的嘛 54的L 就是右边的 左边的 这个是54R 然后 然后这地方的话画格 这个 然后5再加4再加5就是9 再加5等于14 14再加5等于是19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再来统再一次 再一次是 好像在算数学 72嘛 所以再来就把它 编辑贴上 贴上以后再用橡皮擦 绕一圈 没关系 不要太离谱就好了 好 再次物件移过来 然后这个就是多少 72 L 这个是 72 R 好了以后的话就是 画格 将不同的物件调成一致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5再加5的话 10 15 15 20 20 看一下 那为什么会好像跳来跳去就是因为 我们那个橡皮擦没有擦得很细啦 所以你到时候擦的时候绕圈圈 还有放的时候要放准确 那稍微一点点差别 其实不会 他应该不太会 顶多给你扣一点点分数吧 我是觉得因为我做的比较快一点 那你做的时候要准确一点就不会有像我这样的问题产生了 那最后的话你就直接怎么样呢 另存新档 GRF 名称要叫什么 他最后没有没有讲说要叫什么名称 所以我们叫做 因为他一定是动画嘛 所以这地方的话我们就把它存在也是web02底下的这个image 然后也叫或者叫02-04-b也可以啦 就是说名称你自己可以想一个不一样就可以 按存档 这样的话就完成 那这个部分的话title就完成就像这样子 好